各位同學,現在我們來看看另一題的例子 這題好像很簡單,但好像深了一點 究竟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突然間,tang 上面有個小小的2,然後60度,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你猜一下 其實這個,沒錯,是square來的 其實就等於tang60度的2次方的square 記住,這是一個特別square的寫法 tang60度就是開方3 其餘的square就是3 這裡很簡單,我想你認識什麼叫tang square OK,我們再縮小一點 我想試試做另一題 好,試試看,找一下 tang square60度 咦?又是tang square60度? 要加1,然後over cos60度 s30度 好,剛才做了,tang60度就是開方3 然後square就是2次 加1 我們記不記得那些special angle的trickle ratio呢? cos60度就好像是2分1 咦?30度又是2分1 那就可以化簡 不用計數機可以嗎? Don't use calculator 開方3,2次 開方3,2次是3 加1 over 4分1 好,我們又想它縮小一點 這就是4 除以4分1 如果將除以變成,就是顛倒了 4乘4 over1 答案就是16 有了 4分1 然後我們找到了 4分1 有了 5分1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